我们的提问来看,大家对寒热这件事情比较热衷,而且问的问题很多,我后来反省了一下,我觉得确实应该把阴阳寒热虚实讲完了再讲五行,我应该把八纲辨证讲完再讲五行,要把五行站在中间确实有点不伦不类,所以我就把那个前后顺序稍微调了一下,今天我们就讲寒热,我们讲寒热。 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讲寒热会更顺一点。 先讲寒,寒在表者为怕寒,为深冷,为腹肿,为容颜清淡,为四肢绝寒。 这个大家想象一下,寒在表是不是这些症状,如果你表面上有寒气的话,一定会炭冷,对吧? 身体一定不是暖和的,为什么会浮肿呢? 因为你那个水啊,水气散发不出去,寒在表,它的毛孔啊,基本上是密闭的,知道吗? 所以你的那个水气散发不出去,然后就会引起,就会形成这种表皮的浮肿。 它这个水是在表皮,不是在你的身体里面。 如果在身体里面就会变成水影内瓶,水影内瓶或者是残影内瓶,在表面上的话,就会引起身体的浮肿。 容颜清淡,你想冷,可不就是惨吗? 哪有冷的人满面红光的呢,对吧? 四肢绝寒,就是手脚都冰凉。 手脚对于身体来说,就是表,都是冰凉的。 你们记得,就是身体是非常智慧的,尤其是阳气是非常智慧的。 当它比较少的时候,它最先放弃的就是四肢,它就把这个阳气往里面说。 所以呢,如果你表在寒或者是阳气不足的时候,都会有四肢冰冷的状况。 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寒加表的时候,我们先引入一个概念啊,银味,银味就是概念。 就是,我应该到时候应该写一下啊,银味就是概念,因为也是我临时想起来把它加上去的。 银就是那个银血的银,知道吗? 味就是宝贝的味,银味。 味是指什么呢?就是讲胃气,它是处在皮肤和肌肉之间的一层气。 它负责,它就像那个守卫一样,门卫一样,开护人体的这个健康。 所以它叫胃气,它是由肺来主管的,肺主皮毛,知道吗? 所以是肺主胃气,它就负责关和开毛孔,它就负责关开毛孔。 如果一个人受凉了,这个胃气会非常及时和自然的把这个毛孔关上,因为这时候人已经有含血了,他觉得身体是最智慧的,他觉得,呀,这时候身体冷了,赶紧把毛孔闭上。 他怕你含血再侵入,所以这个时候就把含血关在我们皮肤下面了。 其实感冒就是这样的症状,然后你就会感到浑身发冷。 浑身发冷的原因就是因为胃气关闭了,然后把含血关在胃气里边。 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冷啊,好怕冷啊,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呢,为什么不出汗呢?因为毛孔就闭着了,你怎么会出汗呢? 而银气是什么呢?银气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气,就是流淌在脉管里的气。 它跟血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经常说银血银血,它其实是脉管里的气。 这个气是谁来煮的呢?是肝。 因为肝煮血,所以呢,这个银气是由肝负责的。 这个银气因为它是在脉管里,所以它会是热的。 平时啊,这个银味是怎么配合的呢? 银味就是胃气负责开关毛孔正常的,就像呼吸一样的,一呼一吸一呼一吸。 然后这个银气呢,就要把血管里的这个热气啊,往外透。 就像让这个脉管进行呼吸一样的。 银气要把这个血脉里的热气要往外透一透,要不要身体里面太热了,密密来身体里,它就要往外透。 那感冒的时候为什么会发伤呢? 就是因为胃气把毛孔都关上了。 再来这个银气里面的正常的这个血热,它是要往外散的,身体要往外散热的。 结果你把毛孔全关上了,这个热气它散不出去,全部密闭在这个毛皮肤下面。 然后时间一长,马上就会发烧了。 而发烧的时候为什么说出汗就好了呢? 因为你一出汗,其实代表就是什么?毛孔开了。 毛孔一开,里面的热气往外一散,那当然这个发烧就好了。 如果你老是不出汗,毛孔一直是关着的,所以你的烧就会越发越高,越发越高。 这个时候,你虽然在发烧,但还是很怕冷,对不对? 还要带被子,就是因为你的含带表。 所以我们说感冒就是含带表最常见的例子。 然后介绍两个治疗感冒的常用的汤。 一个汤呢,就是麻黄汤。 这个麻黄汤是上海润里的一个缸子, 仅次于地位,仅次于这个桂枝汤。 这个麻黄汤是干嘛的呢? 就是你感冒的时候,它让你发汗的。 我们看一下,麻黄,贵枝,杏仁,甘草。 这些药,我们在讲的过程中,你们慢慢都要熟悉起来。 麻黄最大的本事就是什么? 它是温性的,它入的是肺经和膀胱经。 它是发汗的主要。 记得,如果你们以后感冒去买中神药, 你们看有麻黄就知道,这个药是可以帮助你发汗的。 麻黄是干什么的呢? 它就是帮你把这个胃气打开。 本来毛孔都是闭着的了,它帮你把胃气打开。 然后让你这个肺气有宣发。 知道吗? 以后我们讲到肺的时候,讲到五道的时候都会讲。 所以你们不要着急,在这里提议一下, 肺气是要宣发的,肺要往外宣发。 这个麻黄就是帮你把毛孔打开,宣发肺气。 一旦宣发了肺气以后,就不会咳嗽了。 首先你把它密闭起来之后,肺气不宣。 肺气不宣最明显的表示就是咳嗽,要么就喘。 因为它那个气出不去啊, 本来是跟大自然,我们皮肤跟大自然之间是友好相处的,对吧? 我们是有呼有吸,非常和谐的。 现在不能呼吸了,肺气全部密立在身体里。 然后肺气上密就会发为咳嗽,发为喘。 所以麻黄汤是痴,感冒以后咳嗽,或者感冒以后喘,效果特别好。 麻黄就是帮你把这个肺气宣传出去。 然后杏仁呢,也是立肺频喘的,它有降肺气的作用。 它也可以把肺气往下降。 杏仁是止咳的,杏仁是止咳的。 有的时候,甚至如果你着急了,在外面买点杏仁露盒,咳嗽的时候, 你用杏仁露就着那个药,会效果更好。 它其实就是用杏仁的这个立肺频喘,降肺气的作用。 它跟麻黄相配,正好一个先发一个降,就把这个胺气就调顺了。 贵枝是什么呢? 贵枝就是合凝血的。 所以贵枝就可以透发这个血脉里的这个热气,它可以把这个热气往外透。 贵枝是入血的,知道吗? 贵枝不管气肤,贵枝管的是凝血。 所以你们下次记得,单单是讲凝血透热的时候,一定会用到贵枝。 贵枝是入肝筋的,入肝筋,肝煮血,这样,肝藏血。 所以,肝藏血,所以贵枝入的是肝筋,它就负责脉管里的血,调节温度的。 它可以解极透表,知道吗? 这个药的适用症就是头痛,发热就是发烧,身体疼。 为什么身体疼啊? 因为那个含血溺溺溺的身体里,如果在关节的话,就会关节痛。 在肌肉就会肌肉痛。 腰痛其实是一样的,骨节疼痛。 雾风,怕风啊,怕冷啊,怒寒而喘,知道吗? 就是怕冷,而且还会咳嗽,这时候用麻黄汤最好。 另外一个就是,在原运动的那个彭子义先生讲的,蛋豆豉汤,叫做葱豉汤。 这个葱豉汤它特别说适合小孩服用,蛋豆豉,五根带须的葱白,水煎符。 蛋豆豉反正大概就是一把吧,50颗的样子。 然后再加上五根带须的葱白,一定要带须的葱白,因为它是具有发汗节表的这个作用,可以通达阳气。 这个药就是吃完之后会微微出一点小汗,然后用于这个普通风寒初期,就是普通感冒,没有发烧的时候,没有发烧的时候,用葱齿汤,效果很好。 如果这时候已经发烧了这种麻黄汤。 很多家长一看小孩发烧了以后,就是喜欢用那个退烧药什么美磷什么的,然后出一大身汗,好像是烧退了。 但是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又重新烧。 这是为什么,你们就记得感冒这事啊,如果吃完药后,大汗淋淋,必不解。 如果大汗淋淋,必不解。 为什么? 因为这个热它透的太多了,它是用药物把你这个身体的水分过分蒸发。 过分蒸发以后,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阴淋淋了,知道吗? 本来身体里的这个水分是正好的,结果过分透发以后变成阴淋。 汗是我们的阴液啊,那阴淋以后发热。 结果,你因为透发了过多的汗液,反而会导致反复发烧。 所以感冒就是微微出汗的时候,微微出汗,其实这个症就解了,知道了吧? 所以小孩发烧,切记吃这些美灵,特别伤身体。 因为我们后面学到武藏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这个汗就是心之夜,汗为心之夜。 你这个大量的流汗,最伤的就是心,最伤的就是心血,知道吗? 所以我们后面讲到武藏的时候都会讲到啊,这是寒在脚的第一个,这是寒在脚,第二个就是寒在里,寒在里是什么症状呢? 所以胃寒肠明,会恶心恶吐,感到心肤疼痛,怕冷,减热,这是寒在里。 寒在里的时候,这时候表面上的怕冷症状就会缓解很多,但是就是觉得什么?里面冷,脾胃虚寒,就会导致脾不运化。 就有我们后面讲武藏会讲,身体所有的运化都会脾管。 如果是里面寒了,脾不运化,胃不受那,因为胃不是吃东西要放进去吗?对吧? 胃是受那,受胜之关。 体不运化,胃不受那,身上就会失直,然后这时候就会出现胃寒肠明,恶心呕吐。 恶心呕吐其实就是胃剃上腻的反应。 这样的病人,我见过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心腹冷痛,就是老觉得胃凉,吃一点冷东西就觉得肚子难受。 哪怕喝一口稍微冷一点的水,他都会难受。 你不要用这个热水带污一污,就会感觉好多了。 这就是寒战礼,这种人就要经常爱揪。 因为他寒战礼,所以这种人就要经常爱揪。 爱揪什么钟婉穴啊,神怯穴啊,足三礼啊。 钟婉穴就是在胃部上面的一个穴位。 神怯穴就是朱西亚啊。 足三礼就是腿上的一个胃经的一个穴位。 就要真相揪这个穴位,才能缓解理寒。 那钟晨要用什么呢? 钟晨要就用父子李中丸,或者是温宁书克力。 父子李中丸里面,就是父子党生百煮,甘姜,甘草。 它其实是李中丸上面加了父子。 最大的作用就是温中健体的。 温中健体就是温暖你的那个里面,然后常健体味。 可以用于脾胃虚寒,晚腹冷痛,偶触泻泻,手足不温。 这个肝浆也是大心大热的,它可以温脾暖胃,助阳驱寒,对吧? 白主是健体造尸的,党生是义气健体的。 父子大补肾阳,就我们之前说了,父子无肝浆不热,所以有了肝浆之后,更助父子的热。 甘草是调和主要的。 所以如果你经常感到肠胃冷痛,就用父子李中丸进行调理。 还有就是吃了大寒的东西,拉肚子的时候,用父子李中丸调理。 那个,我记得罗老师有一本书里面,就罗大文老师有一本书里面,他讲说他有一个朋友, 有天半夜,肚子急疼,但是呢又没有拉肚子。 就肚子急疼,但并没有拉,就拉不出来,拉稀啊,拉不出来。 疼得他难以忍受,后来他就去找罗大文老师求救。 罗老师用的什么方式,就用的父子李中丸,但是他同时让他用杏仁禄,记得啊, 用杏仁禄温一下,然后送福这个父子李中丸。 这个杏仁禄是什么?我们刚刚讲了,它是降废气的。 降废气,废和大肠相表里,废与大肠相表里,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讲啊。 废与大肠相表里,他这个废气一降,就可以让,帮助他什么?排便。 很多人排便便秘,就是因为废气不降,就会有便秘。 然后,用杏仁禄来降废气,帮助排便,用父子李中丸温礼。 结果他这个朋友一顿拉西,结果把自己吃的这些不好的凉的东西拉完了之后,立刻就好了,这个病就好了。 所以,恰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是要灵活运用,知道吗?灵活运用。 如果吃了寒凉的东西,把它拉掉,用卸下法把它拉掉,就好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拉肚子了,已经开始不停地腹泻了,那就不用再吃新人露了, 你就吃点腹子李中丸温礼,等把那些脏东西拉掉就好了。 有的时候,拉肚子其实是身体排便的反应,就是身体在自我,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排出去, 没必要要,一定要吃药或者吃消炎药,把它止住。 其实这个就等于是把脏东西留在你的床腹中了。 第二个是温味书颗粒,这个温味书颗粒特别适合有慢性胃炎的人。 慢性胃炎就是表现的长期胃冷痛。 这有人吃腹子李中丸可能稍微有点裂,这时候吃温味书颗粒就比较缓和, 因为这个里面的药啊,它的那个药量,药性比较温和。 虽然它的药里面也有腹子,也有党生什么的, 但是它配合了其他领域药。 这里面我们比较少见的,就是,你们看一下温味书颗粒啊, 我们这里面比较少见的,叫做补骨子。 这个补骨子是干什么的呢? 是补肾壮阳,补匹健畏的,就是补骨子。 杀人呢,是除极致的,杀人是除极致的,就是我老师吃东西吃点就饱了, 这个是除极致的。 肉葱容是什么呢? 这个肉葱容是,就是性温的啊, 它是补肾阳,腻筋血,补肾阳,腻筋血还可以润滑肠道。 很多老年人变腻,他们中医在胎中药的时候会加一味肉从容, 就是它可以有润肠道的作用,可以帮助大便,帮助排便。 然后党生,父子我们就不说了,黄芪,黄芪是补气的, 肉葱也是补肾阳的,山药是健脾养胃补肾,对吧? 这个白煮是造湿的,这个山药是胎胃的, 乌梅是收敛的,乌梅是收敛补肝气,收敛胆火,酸收嘛。 所以这个温味书颗粒呢,它比较,它用药用的比较多, 比较全,比较适合慢性胃炎, 胃完冷痛,饮食生冷,受寒痛肾的这种人。 就是长期有胃病的,吃点胃书颗粒,效果会非常好。 它的效用就是温味止痛的。 这是寒在里,寒在里。 寒在上呢,寒在上会有什么? 寒在上和寒在里会有重合。 你如果把身体分为表里,或者是上下的话, 胃部是会有重合的。 所以它寒在上的话,也是胃反酸,隔烟,饮食不化,会有爱剂,口臭。 其实这些寒在里的时候会不会有啊? 也会有。 如果你有胃病的话,像反酸这些东西都是胃病的标配,对吧? 什么爱剂,口臭都是胃病的标配。 只要你胃不好,基本上都有这些问题。 它为什么会就是反酸? 因为脾不深,胃不降啊。 当你脾胃有病的时候,你脾不深,胃不降,肯定会有反酸。 饮食不化,就是食物吃到胃里面之后消化不掉,脾肪不足消化不掉,无力消化食物。 然后口臭其实也是胃体伤。 很多有人在公号里面经常问我说口臭怎么吃,口臭,爱剂,反酸都是胃剂上义。 只要酱气就好了,胃剂一酱就不口臭了。 介绍一个叫李中汤,这个李中汤也是可以长期保健用的。 李中汤就是李中丸,加了父子就变成父子李中丸。 没有父子,他就叫做李中丸。 他是非常经典的一款,不养脾胃的,温中散寒的药。 他的主成就是党生,白煮,干姜,干草。 用药非常简单,效用也非常单一,就是温中散寒健类的。 用于脾胃虚寒,呕处谢谢,凶满腹痛及消化不了。 这个李中汤为什么可以保健用呢? 因为脾胃是根本。 好多病其实都是因为你脾胃有问题引起的。 你先撇开那些不谈,我们从根本上治。 你这个脾胃有问题,脾胃不好,你先健脾肠胃。 脾胃是根本。 你先用李中汤给它调理一下。 等它把脾胃这个事情调理好一点之后,你再去治疗它其他的症状。 除非它其他症状太明显了,就急着要治。 否则你就从脾胃入手,是一定不会错。 知道吗? 你绝对不会错,从脾胃入手。 可以用李中汤,也可以用中成药李中丸。 如果它寒湿的比较厉害,寒症比较厉害。 这种肤子比中丸。 其实寒在上,寒在下,寒在下就是会拉肚子,会扬尾,会移尿,会膝盖和脚冷。 我见过很多人夏天都不穿拖鞋,对吧? 我上次讲晚上睡觉穿袜子。 这个就是四蜜汤最对振。 这种因果一寒而寒而寒而寒寒,金贵圣气丸最对振。 金贵圣气丸其实就是贵府帝皇丸,或者是圣气丸。 就六位帝皇丸里面加了贵枝和那个父子。 对于因为寒而引起的阳尾,那个因为寒而引起的阳尾是圣气丸最合适。 这时候是圣气丸才有用。 像好多阳尾,圣气丸没有用,是因为它并不是因为寒引起的, 它并不是因为脾腺虚寒引起的,知道吗? 它是因为其他的,比如说肝丁有热啊,肝胆湿热啊,引起的。 你这时候吃圣气丸一点用都没有。 也可以用幼龟丸。 幼龟丸是什么? 幼龟丸就是熟地皇山药,山猪鱼,狗蹄子,猝丝子,鹿角椒,肚中,幼龟,当归之父子。 这个六龟丸是张锦岳配发的啊,创建的。 这个药很好,它比肾气丸的效果还好。 它就是什么?肾阳不足,命门火衰症。 这个就是比较厉害了啊。 这时候这个肾寒的这个症状就比较厉害了。 它是免老或久病气衰神皮,尾寒之冷,腰膝软弱,阳尾宜金。 宜金为什么会宜金啊? 就是它就已经肾不顾舍了,它肾气非常虚弱。 肾有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顾舍作用,才能把我们的筋守住。 如果这个顾舍作用衰退了,那么就会宜金。 银药也是肾的顾手作用衰退了,就会宜药。 或羊衰无子,看到没? 羊衰无子,对于那些要不到孩子的男人,什么弱精症啊,或者说什么精子成果力不强,如果他是有其他的虚寒症状的话,用幼龟丸,效果会很好。 或饮食减少,大便不食,小便自宜,舌淡胎白,卖沉而吃。 这个脉我们后面会讲,你们就先知道,这个脉尘,就是脉摸不太到,要用尽摸才能摸到的脉,基本上就是寒症。 这个时候可以用幼龟丸,圣阳不足用幼龟丸,我们看一下里面的主方。 鹿角椒是温圣阳逆经雪的,鹿角椒,这个熟地皇,山猪鱼,狗旗子,山药,其实都更偏向于滋阴盛。 是前经补随,或者是养肝补脾,这个是张景岳的方子,他最喜欢的就是阴中求阳,阳中求阴。 这个幼龟丸是补阳的,所以他一定要用一点阴药,所谓阴中求阳。 然后肚中啊,处司子,这些都是阳药,它是强腰气补肝肾的,当归是阳血补肝的。 这个药合在一起,总的作用就是温状肾阳滋补精血的,温状肾阳滋补精血。 所以如果你含在下,你可以用肾气丸,可以用四米汤,也可以用幼龟丸。 有同学问我,就是说经常问我,说这几个药怎么区别? 我告诉你们,中医,你只要方向不对,你用药,大叉不叉? 可能你这个药用了幼龟丸之后,你吃两副就好了,但是你是用肾气丸,要吃到五副。 大概也就是这么个关系。 所以中医辩证,你只要思路对了,你用药,无所谓。 你是用心方也好,还是你自己开的方子也好,还是其他人一个什么名医的宴方也好,没关系。 知道吗? 所以不要苛求于,哎呀,我这个药,我一定要用四米汤呢,还是一定要用幼龟丸,不是这样子的。 当然你根据主方,你大概能判断一下这个药的效用是什么样。 但是你只要方向对了,记得啊,你只要方向对了,比如说活血化鱼,你是用桂枝腐灵丸呢,还是用血腐猪鱼汤呢,你还是用桃红素汤,没什么太大关系。 你总会治好它的,怕就怕你想反了,治反了,这个就完蛋了,知道了吧? 所以以后不要太纠结于,到底要用哪个药,你只要知道这是补羊的,它是寒症,就可以了。 好,我们下面讲热,热也分在表,在里,在上在下,热在表者为发热头痛。 为单肿斑黄,喜欢脱衣灯被子,为猪痛,创痒。 我们讲一下,我们先再仔细看一下,发热头痛,这个是什么?发烧,对吧? 感冒发烧是最明显的热代表。 如果你不是因为感冒发烧引起的发热头痛,那可能就是热在里了。 单肿斑黄,单肿斑黄是什么? 就是讲斑啊,就是这个斑不是黄鹤斑啊,就是黄胆啊,黄胆是热代表。 然后,黄胆不能说热代表啊,只能说这个肝胆失热以后,这个热在往,凑到表面上来会发黄。 然后这个单肿就是红斑,红肿的东西。 皮肤病啊,红肿,单肿,这都是热代表。 喜欢抽一灯被子,这就不说了,那表热嘛,这当然穿不住衣服了。 猪痛,创痒,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你烂了溃疡啊,如果你在手上什么疮啊,什么溺啊,或者烂啊,这都是热代表。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发烧吧,好吗?我们先讲一下发烧。 这个,风热发烧,或者温定发烧。 风寒发烧我们刚刚讲过了,对啊,你用麻黄汤好了,就是发烧嘛。 如果是风热发烧呢,风热发烧的时候,或者是温定发烧,这个怎么分别? 你就记得,风寒发烧一定会有个过程,比如说,哎呀,好冷,慢慢觉得有点冷啊,有轻鼻涕了,开始没精神了,然后晚上回去发烧。 这就叫风寒发烧,知道吗? 所以你有一个寒的这个过程,或者是你明显知道,我刚刚吹风调了,我受凉了,叫风寒发烧。 但是有很多发烧是莫名其妙的,对吧? 我没受凉啊,我也没有感到冷啊,哎,怎么突然头疼。 哎呀,然后我就开始咳嗽,有没有嗓子疼,有没有就是你们会突然觉得,哎呀,怎么嗓子疼啊? 我也没有受凉,那么突然嗓子疼,然后嗓子疼,晚上回去就开始咳嗽,然后就开始发烧。 这种就叫做风热发烧,或者是温定,知道吗? 叫风热发烧,或者是温定。 然后这个时候用什么?用银翘解毒片效果最好。 这种发烧用银翘解毒片效果最好。 我们看一下它的祖方,金银花,莲翘,薄荷,金戒,蛋豆豉,牛棚子,结梗,蛋竹叶,甘草。 这个要就是新娘解表,清热解毒的。 新娘解表,它又解表,它又清热解毒。 主治就是发热,微物风寒,无汗或者有汗不畅,头痛口渴。 记得啊,它是头痛口渴。 如果是风寒感冒,一般不想喝水。 因为它冷啊,寒在里,它不想喝水。 但是如果你是有热的话,你就想喝水了。 所以它有口渴这个症状。 咳嗽,咽痛,舌天红,猜薄白或者黄。 不一定,猜不一定就要黄,猜薄白或者薄黄。 买浮色。 记得了吧,就是风寒感冒。 那个,上次有一个同学问,说呢,你们看了罗大文老师的书。 罗大文老师的观念就是没有风热感冒。 他认为所有的感冒,如果是发热的,都是寒入里变热。 他认为没有风热感冒。 当然这是他的想法,这是他的见解。 但是,是我认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风热属湿造邪,而造寒,风热属湿造寒,这是六邪。 这六个邪气都可以架着这个风这个载体。 风就好像是他们的一个载体你知道吗? 运输工具。 另外五个银鞋都可以趁着风破着浪,就进入我们的身体了。 为什么不会有风热感冒呢? 当然会有了。 因为如果有些天气,如果大气中间有这个热,这个热鞋的话,当然可能会有风热感冒了。 不一定,所有的感冒一定要是阴寒,然后发热就是入里化热,我不这么认为。 所以,我们不能说罗老师讲的不对,每个这个一家都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呢,我是认为是有的,而且我看了也很多音书上面,里面都有这个风热感冒。 这个风热感冒用银翘解读片是最好的。 那风热感冒,之前我们讲的麻烦汤,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绅士高米汤,就我在公号里面讲过很多遍。 这个绅士高米汤用在风热感冒,记得啊,是风热感冒。 绅士高这么多么多课,然后大米一起煮喝浓汤,它适应的就是风热感冒, 导致的乌寒,无汗,发烧,精神伪秘,因为这个绅士高也有这个清热透表的这个功效。 为什么要用大米呢? 大米可以让这个绅士高的这个药性在胃里挖得久一点,它是缓慢的发生作用。 因为米汤是脾胃最能接受的,对吧? 米汤是脾胃最能接受的,然后温热的米汤在胃里面可以待的时间长一点, 然后药效可以发挥得久一些,所以喝了这个绅士高米汤,你不会立刻降温。 可能两个小时以后,你才会慢慢的温度下来。 但是一旦这个温度下来以后,出一点点小汗温度下来以后,就不会再烧了。 如果风热感冒或者温定感冒,用绅士高米汤效果不好。 效果不好,但是用银翘解毒片效果特别好。 它的金银花,莲翘,薄荷,清界全是结表透热的,它可以把这个热鞋给它散出去。 知道吗? 绅士高只能把你体内的这个热给你散出去,它没有本事把你热鞋给你散出去。 但金银花可以,金银花连翘薄荷,尤其是薄荷,它是清凉透表的。 它有散发的作用,牛庞子也是,它可以把里面的热鞋给它散出去。 让它从哪里来就从哪里走,鞋气从哪里来就从哪里走。 这是我们讲的热带表的发烧。 小柴胡这个药什么时候用? 小柴胡也是用在感冒,对吧? 我教你们,就是告诉你们什么时候用小柴胡。 小柴胡是什么? 它有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书肝和胃的。 它就代表,它是什么时候? 就是感冒已经从皮肤开始往大腹走了,半表半蕾的时候,但是还没有走到里面。 就是含血也好,热血也好,还走了一半。 走一半,经过感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叫做半表半蕾。 这个时候你用小柴胡,要到病出。 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如果你感冒了,感到默默不予饮食,想吐,吃饭,看到东西不想吃,想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用小柴胡,效果特别好。 但是如果你说我刚刚开始感冒风寒,我用小柴胡三包,我也好了呀。 对,因为它有节表,它有生姜可以节表,它可以散寒节表,是没问题。 所以你用小柴胡,你用小柴胡和加倍和生姜水,效果其实差不多。 它这里面就是半表半蕾,而且这个时候如果是发烧,小柴胡效果也非常好。 如果你感冒发烧了,有什么症状,有忽冷忽热。 大家看啊,往来寒热,往来寒热是一个症候群。 就是这一类病,下次你遇到这种往来寒热啊,基本上就是小柴胡的加减。 因为你只有在感军的时候,你就只有在半表半蕾的时候,你最会常来感觉到往来寒热,忽冷忽热。 如果你要么就是冷,要么就是热,那就说明这个寒热在里面或在外。 只有你感到,咦,有一会冷,这样被子还又热,这种忽冷忽热的时候,都是赞金症,所谓的少阳症。 你们看消化论的时候经常讲什么,少阳症,绝阴症。 少阳就是足少阳赞金的意思。 就用小柴胡汤加减,知道吗?用小柴胡汤加减。 平时其实这个时候就用小柴胡颗粒多喝一点,三包四包都可以,因为现在的那个药的颗粒的含量很小,喝上的三四包,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时候你用小柴胡治往来寒热的这种感冒要到病除,尤其是默默不遇饮食。 那你说我胃不好,我胃难受,我这两天我吃了可能不舒服了,我胃难受,出现了默默不遇饮食。 小柴胡能不能用啊?可以啊。 它不但节表散热,它还舒单何胃呢? 那你说我感到发烧了能不能用啊?能用啊。 因为柴胡就是,柴胡就是退烧药,知道吗?柴胡就是清热的药,黄晴也是清热的药。 只要你有往来寒热,或者胸鞋苦满,或者是默默不遇饮食,心烦喜悠,都可以用小柴胡。 所以我以前写过那篇文章,就小柴胡的效用你用到了十分之一嘛。 我觉得我写小啊,还是把这个经典的这个汤量写小啊。 这小柴胡能用在太多太多的方面。 以后你们可以在十点钟不断的去嘲试。 这里就不多说。 这个,啊,是不是没有一丝丝防备,你们就被我吓到了。 我前面,我刚才应该讲一下前方高能啊。 我想给你们讲一下这个热在表的皮肤病怎么治。 这个我以前在公号里写过,我不知道这里面的同学有几个人看过那篇文章。 有没有仔细看过? 如果看到的同学,我们就再温习一遍啊。 跟那个,呃,就是没有看过的这个同学一起温习不算。 这个一案是什么呢? 是我女儿老同学的。 他前,前年,而不是去年,应该说去年, 找了这个扁平柚。 扁平柚就是这个东西,大家看一下啊。 那二毛的这个症状就是中间这张图。 旁边这两张呢,都是扁平柚。 当时我没有拍,这都是我网上找的图片。 这都不是二毛的手,都是网上找的图片。 这个最左边这个,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你看他的那个扁平柚的柚很大。 如果你不治疗,他可能会发什么片,特别恶心。 我都没敢拿下来给你看。 然后这个右边这个图呢,他比较浅,好多还在里面没发出来。 二毛同学的就是中间这一块。 这就是二毛那时候得扁平柚的时候的症状。 一开始他是什么呢? 就是手腕上长了好多痿子,然后我们也没管他。 然后我妈呢,也给他就是痿子,给他擦了点提炎瓶,我也不知道啊。 就给他擦了点提炎瓶,就为了止痒。 结果到了秋天的时候,这些小痿子就变成了小颗粒,长在手上,特别痒。 然后每次我看到二毛拼硬抓嘛,然后就越长越大,后来就连成片了。 其实二毛的扁平柚比中间的这个人啊,连成片的地方要大得多。 好多就有一点像那个最左边这个骨唇绿豆这么种,肉疙瘩了。 我当时也吓了一大跳,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治过这样的皮肤病。 我只知道什么湿疹啊,什么长的那个苛刻啊,就是红苛刻啊,或者是脸上的那个琢瘡。 我从来没有治过这种皮肤病,所以我也吓了一大跳。 然后我就上网一查,原来这叫扁平柚。 因为我也没治过,然后你知道吗,真的是因不自治,轮到自己女儿手上的时候,我真下饭了。 我也不要,因为不是说下话,我就很着急,我就怎么弄呢? 然后那个网上面写的特别可怕,说如果不治的话,就会变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会发展得非常迅速,然后也没有中医解释,就没有人告诉我这个在中医里面叫什么。 然后你们知道那个百度,百度是禁价排名的,排名第一的就是皮肤病医院。 然后我就在网上问诊了一下,整个过程就是和当年魏德西问诊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那个医生就告诉你这个病特别可怕,然后呢,他们一定可以治好,然后用激光治疗怎么样怎么样,说我们治愈了几千里了。 然后我一看这个医院就在我们家旁边,就在南京,而且离我们家不远。 所以第二天我就带二毛去了,第二天正好是个周末,我就带二毛去做这个激光治疗手术。 当时这个方法就是用激光把这个小肉瘤都给它就烧掉嘛,烧完了以后就说好了,然后给你擦点外用的药膏。 当时那个房间里面全是那个肉烧糊的味道,把二毛哭死了,因为一开始打了一点点麻药了,把二毛哭得死去回来了。 然后这个是秋冬天的时候我们带它去治的,但是等到疤长好了以后,慢慢的在那些疤的原来的地方又鼓出了新的肉疙瘩,而且这次肉疙瘩长得特别特别快,一下就长出来了,而且很快就连成片了,密密麻麻的,我这回就真的愁了。 二毛真吓死了,他说完蛋,这辈子毁在这个病上,肯定架不出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才突然一下想,哎,我说我为什么要被这个表面症状疑惑呢? 我来看一下他的舌头,结果一看,二毛的舌头很红,而且舌头黄厚。 说明是身体有湿热呀,他的舌头黄厚不是说干干的啊,他是黄腿胎。 然后我就问他有什么其他症状,他也没有,他也没有其他热症,比如说腹脏腹痛啊,大便干燥啊,口臭这些都没有。 所以代表什么,他不是热在里,他不是热在里,他是热在表。 然后那些扁平又切成了肺子的延伸物。 肺子是什么? 肺子其实是身体把这个湿热往外透发的一个厨地。 为什么小孩会长肺子啊? 因为他血热的,他要把这个热气透出来,其实是身体在自愈,知道了吗? 不是说身体生病了,是身体在自愈,他是在自我调节。 所以肺子是往外透湿热。 那么腰呢? 那扁平又也是一样啊。 之前我们用那个体验瓶把它压下去,其实是把这个热给它压回身体里了。 我们应该帮助他把这个热给他透发出来,这个病才能好。 所以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所以你们看啊,学中医真是学了那么久了,常常有的时候还不遇到问题的时候, 还不能立刻用清晰的这个中医思路去辨证。 所以后来我就给他用了温胆汤。 温胆汤就除身体里弹湿,湿热。 然后我在温胆汤里面加了黄莲和绅士钢。 我为什么加黄莲啊? 因为黄莲入清晶,猪痛痒疮,结属于心。 所以我用了黄莲。 我在温胆汤里加了黄莲。 我后来我又在温胆汤里面加了绅士钢。 绅士钢是什么? 它是清热透表,入肺经的。 绅士钢入肺经。 刚才我们不是讲,感冒,风寒感冒,发烧用绅士钢,对吧? 绅士钢这个时候也一样可以用。 它可以清肺热,肺煮皮毛。 然后我就给它用了这个温胆汤加黄莲加绅士钢这个药。 用了多少时间? 用了七天。 用了七天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这个扁平肉就慢慢的撇下去了。 然后我又给它连续泡了,前后总共泡了三个疗神。 然后二毛所有新发的扁平肉全部消掉了,一点都没有了。 但是现在手上依然有当时留下的激光留下的疤痕。 这个疤痕我估计这一辈子都消不掉了。 所以我现在每次看到这些疤痕的时候,我都心里面非常非常心痛。 你看,如果我们家长懂一点中医的话,或者说我们有这个意识用中医治疗的话,也不会害了孩子。 所以我现在每次看到那个疤痕,我都觉得很对不起二毛。 它那个就是完全是烫伤的疤痕了。 它本身又是疤痕性的皮肤。 所以现在这个疤痕依然非常清晰。 我估计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这个事情撇开不谈,我就想告诉你们。 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治疗皮肤病,不管西医,不管西医叫它什么,是扁平肉也好,还是什么形肠肉也好,还是什么风疹,湿疹,还是什么什么皮肩银泻病。 这些病,不管它在西医里叫什么,在中医里面一定是表热,或者是表寒,或者是晕血。 知道吗?在中医里,它一定是有病根的。 它的病一定不在皮肤表面。 所有的皮肤病都是症状,都是体质在皮肤的反应。 所以,我们要想治好皮肤病,请你们就按整体辩证的思路去判断治疗。 比如说,这个人发疹,你先看看舌头。 它这个疹子是不是热,是不是有鲤热,是不是有湿。 如果它这个皮肤病就像那个银泻病啊,或者是皮血啊,血,你看它是不是有淤血? 是因为血虚造成的,先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个皮肤病表面,你就从体质进行治疗。 当你把体质改善了以后,所有的皮肤病都会自动消失。 知道吗? 所有的皮肤病都会自动消失。 我看到很多人给我留言说,我有多年反复发作的这个病,那个病,其实都是体质的表现罢了。 后面我们还会讲到,那个林克老先生用四蜜汤给他治皮肤病。 为什么? 因为那个老太太多年的皮肤病就是因为寒。 但是他已经治了好多好多年了,那个皮肤病就像他身体的一部分了。 这个用什么治好的? 用四蜜汤治好的。 调整的就是他寒性的体质。 他的体质改善了以后,皮肤病就自然好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点,你一定要记得。 这就是中医的整体辩证。 有同学会问,那我怎么知道他是寒热呢? 那我怎么知道他是淤血还是血虚呢? 你就要参照其他的症状了。 比如说他的尿尿颜色,比如说他这个蛇质的颜色,比如说蛇苔,比如说他喜欢喝冷水热水,这些都是寒热的。 其他作为参考,比如他的脉,他的脉浮还是脉尘,是朔还是池。 这些我们后面都会讲到,要着急,我只是告诉你们。 动不动就说,哎,我怎么弄啊,我怎么变症啊? 整体变症。 这个身体不是让你用来讲一点,哎,老师,我怕冷,那不一定就是寒症。 我们马上后面会讲到,真热假寒。 一定要参考所有的身体的症状,才能判断你到底是寒还是热。 好,这是热在表啊,我们讲热在礼,热在礼为郁闷叫满,为反可,为气喘,或气急叫吼,或躁然狂越。 这种情况是什么意思? 这个热在礼,算为虚热和时热,记得啊,热在礼不像寒,寒就是寒,不管你是寒血也好,是阳虚也好,你就是寒。 但是热,有假热和真热,有虚热和时热,虚热我们就要滋阴,千万不能伐阳。 如果有时热的话呢,我们就要用寒药,用泄药,用泄法,吐法,汗法,把这个多余的热血给它去除。 所以,在热的判断上,一定要谨慎,看来是虚热呢,还是时热。 我再介绍这个竹叶石高汤,这个竹叶石高汤就是清,有内热,是时热啊,记得,是时热。 比如说,你伤寒,他讲伤寒就是感冒啊,温病啊,鼠病,余热未清,气筋养伤。 所谓的气筋养伤就是你发汗过多,你不但伤了他的正气,还伤了他的精液,结果他又发烧,又反复发烧。 这个时候你要用什么?你要用竹叶石高汤。 就是啥啊? 你让他反复用每零多少次以后? 用每零多少次以后? 他还在发烧,就是用竹叶石高汤。 因为这里面的药,什么麦门冬啊,麦门冬,人参都是大补精液的,都是生精的。 麦门冬是生精的药药,就是第一选择。 人参也是,人参补中气的同时还生精。 然后竹叶是清热除烦的,石高是清热透表的,半下是降胃气的。 所以这个病就是身热多汗,心胸烦闷,气蜜蜜蜂,口干洗饮,或须烦不昧,舌红胎少麦红朔。 记得啊,这个是你身体里有热鞋,身体里有热鞋,你可以用竹叶石高汤。 但是阴虚呢,这些症状,凡渴气喘,气急吼叫这些都有可能是阴虚,因为阴虚有内热嘛。 你这时候阴虚你就用我们前面讲的左归岸,正阴间,六位地黄丸。 你就可以消除它这些症状,这是热带礼,热带礼就是金叶少,或者血虚,都可以用六位地黄丸,左归岸,正阴间。 切万,切替不可,允许的时候用寒药。 像什么防防通睡反啊,竹叶石高汤啊,这些就是离有热鞋未清,你就可以用。 包括拉肚子的那个什么大陈气汤,就是让你用大便的方法把你热泄掉,用大便的方法把你热泄掉。 这些都是有食热的时候啊,有食热的时候,你才能用拉,用汗,用醋的办法把这些热泄去掉。 这是热带礼。 热带上。 热带上是什么呢? 就是头痛,眼睛红,咽喉咽,牙痛,或者是猪蜜,冲上,喜欢冷饮,蛇智红。 这个热带上是我们最常见的,对吧? 比如说我们吃了热性的食物,什么榴莲啦,火锅啦,桂园啦,烧烤。 第二天就会立刻出现牙痛,咽痛,头疼,眼睛疼这些症状,对不对? 这就是热带上,因为火都往上走,火锅,什么烤凉菜以后,你脚丫就热吧,是不是? 你头冷,脚丫就热,因为火性上演,水性下流,知道吗? 它这个火就是要往上走的,所以你一吃热性的东西,就直接往,火就往上走了。 这就是典型的,上热。 这个用轻内伞,介绍这个轻内伞,轻内伞是什么? 轻内伞就是你吃了热性的东西以后,引起的,或者是你用内热引起的。 牙痛啊,就是上热的症状啊,牙痛,头痛,眼睛痛,因为胃经,胃经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所以你要用轻内伞来消除你上面的热症,火其实是从胃里升上去的,包括牙龈,肿烂。 这个火是从胃里往上烧的,所以你要从胃里面开始清热,要用轻内伞。 你用轻内伞之后,热在上的这些时阵才能慢慢的消掉。 记得啊,如果是虚热的话,很少会出现,虚热啊,很少会出现牙痛,眼睛痛。 记得啊,虚热很少会出现牙痛,眼睛痛,但是虚热会出现什么?口腔溃疡。 口腔溃疡就是食热和虚热都有可能长。 然后,还有虚热也很少会引起头痛。 记得啊,虚热会很少会引起头痛。 我再也不能说牡丹线没有,虚热一般是头晕。 食热引起头痛的情况比较多。 左心内伞是蜜黄是滋阴的,当归是羊血的,牡丹皮是除极致的,然后破淤血的。 黄帘是清热的,他说夏天可以双倍。 黄帘是入心经清热的。 生麻呢,生麻是有这个把这个热往外散的这个作用,是凑散的。 可以把这个恶欲的这个俯火给它生散凑化出去。 生麻,而且生麻还可以清热解毒。 生麻还有清热解毒的这个作用。 记得啊,这个清味散可以治疗就是胃部有热,引发的热带上的症状。 下面我要讲这个经济连跳汤。 这个经济连跳汤,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方子记得。 这个方子超有用。 这个方子虽然要很多啊, 它是一个妇房。 但是这个药超有用。 它就是很多女生去聊脸上痘痘的肾药。 你知道吗? 这个经济连跳汤去脸上因为这种热引起的垂疮,红痘痘, 或者是那种多年的那种青春美丽搭的痘, 哎呀,效果奇好。 真的,我是百分之百,用百分之百的疗效。 它这里面,它这个经济连跳汤最大的这个作用, 就是散风里气和血, 还有泻活解毒。 它可以治疗以红肿热痛为特征的所有头面部严性疾病和热性体质。 记得啊,是所有。 这个所有包含什么? 中耳炎算不算? 算啊。 头面部吗? 体性美両体发炎算不算? 算啊。 咽喉痛算不算? 算啊。 我跟你讲,我还治过就是什么呢? 他这个小孩表体化浓了,对吧? 他表体化浓之后, 他在腮帮子上面挟一片水泡。 是不是很奇怪? 他在表腰体发炎的同时, 他在脸上起了一块水泡。 其实就是身体这种热往外走散发, 就寻找这个路的这个途径的这种表现, 身体有热, 没有办法透散的这种表现。 你用经济连跳汤, 只用了大概就总共开了三副, 大概只吃了一副到两副的时候, 他那个表腰体就好了, 表体化浓的就基本上好了, 不疼了。 这个时候他脸上的那个水泡, 就自动就全部都破掉了, 就像那个瘪掉了, 结成夹了。 效果就这么好。 这个经济连跳汤, 如果以后有人脸上长那个, 鼻子上面长个大红豆, 你们见过吧? 鼻子上长个大红豆, 你用轻微散也可以, 你用经济连跳汤效果更好。 还有那个什么, 脸上有那种, 就是那种大红磕磕, 红豆豆, 我上次讲防风通风散, 对吧? 可以, 经济连跳汤呢, 更好。 它是这么制这种头面部的, 因为它的经济, 连跳, 防风, 都有这个清热解毒, 透热外敷的这个作用, 而且尤其是轻密头目, 效果特别好。 还有这里面配有轻轻卸火的黄棉, 黄瓶, 黄板, 一般黄子看头的, 都有清热的, 寒凉的药物, 它们都配舞在一起, 都可以就是清热, 还有解毒, 凑热外出, 而且还可以把这个药, 因为它都是生的药嘛, 往外透发的, 它可以把这个药引向头面部, 所以治疗头面部, 红狗热痛, 效果很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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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通灵的药 车田子用了很多 车田子也是清热 沥水通灵 基本上关于讲的尿尿的 这个事情的时候 车田子都会用到 然后熬的时候加入一把灯芯草 这个灯芯草也是清热沥湿的 熬的时候加入一把灯芯草 效果会更好 这个方子 主制的就是热灵 其实就是有热 热郁膀 热郁肝胆 你用这个八腺转 效果会非常好 这个方子里面都是 寒凉降瀉的药 清火与沥湿一起制 所以这个药 用在什么膀胱炎啊 尿道炎啊 效果会非常好 另外找一个食疗方式 就是西瓜汁 这个西瓜汁 如果你要是发了这种 膀胱炎症的话 家里没有药 你用西瓜汁一样的 这个西瓜汁是入膀胱筋 入肺筋 那个发烧 小孩发烧 你也可以用西瓜汁 给他治疗 发烧 之前我说发烧可以用西瓜汁 然后有一个同学就说 嗯 那西瓜汁大寒的吗 那你这样不是 它又受寒了 那你这样不是让它寒上加寒吗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西瓜汁 因为它在发烧啊 它入肺筋入膀胱筋 它有清热的作用 知道吗 你就是药 你就让大家用药了 又不是让你无限制的给他喂西瓜汁 所以千万不要那么死 把中药和中医用死了 这个就变成西医了 千万不要用得那么死 那么严苛 要灵活运用 当你小孩发烧的时候 你给他用点这个清热的药 为什么不可以呢 然后王孟宁把这个西瓜汁叫做天然白虎汤 白虎汤就是退烧药 这个二妙伞 今天我讲到妇科炎症的时候 我特别讲 这个二妙伞用处特别大 二妙伞千万不要以为 它只有妇科炎症可以用 男性的这种 但凡是跟这个阴囊啊 阴筋啊 这种湿热有关的 二妙伞效果也非常非常好 而且二妙伞可以治脚气 它两足微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 就是那种脚一点劲都没有 脚一点劲都没有 用二妙伞也很好 它这里面的黄板是苦寒 寒凉苦燥 齐性沉降 善心下降的湿热 黄板善心下降的湿热 仓主辛苦而温 而温 齐性造炼可以健脾除湿 所以有仓主妙于去湿 黄板妙于去热 这种说法 这个药虽然只有两味药 但是药碱酵酸 特别善于亲切下降的湿热 这个二妙伞 用到这种复刻病 还有什么脚气 用到什么男性病上 效果非常好 只要你能辨证 它的湿热在下降 这些药你都可以选用 好我们刚才讲了 含在表 在里在上在下 然后讲了热在表 在里在上在下 记不住没关系 回去多看哪边 把只要特征进行理解 理解以后就好记忆了 千万不要写进一背 然后方计把它抄下来 放在旁边 用的时候翻一翻 你如果让我现在背一遍 那个就是 经济人像他们让我背一遍 里面的那个煮方 我根本背不下来 真的 没关系 我为什么要背下来 我没必要啊 我只要把这个方子记得就行了 我不要知道亲自身 具体方子有多少刻 我根本不需要记 我只要记得 有这么一味药 下次我有被热上炎的时候 我用这个药就可以了 知道吗 千万不要把这个方计 认为你会背就好个方计 就是一件很牛逼的事情 不是这样 你要知道怎么用 才叫牛逼呢 好我们看 假真假寒热 这个真假寒热 问的人非常多 我让你们不要着急的就是 我们后面都会找到 这个真假寒热 阳圣 要不 阴圣阳格 是 真寒假热啊 这个真寒假热叫做什么 叫做阴圣阳格 是指体内阴寒过圣 阁阳于外 阴阳寒热格聚 表现为内真 内真寒外假热的真猴 这个 这句话非常绕人 你们知道理解为什么呢 本来是阴阳相交的 是融合在一起的 阴里面有阳 阳里面有阴 对吧 我们想一下那个八卦图 是不是阴中有阳 阳都有阴 它们是融合在一起的 当你阴阳不相交的时候 就阴阳完全没有办法 交融在一起 阳归阳 阴归阴的时候 这个时候 如果你里面是阴寒的 那么外人就是阴 就是阳甚于外 知道吗 它们就格据了 互相完全不接纳了 所以里面冷完冷得要死 外面热完热得要死 就会临床表现出什么呢 深热 就是发高烧 面红 口渴 耐大等 假热的状态 但是 它会有一些真相 真相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虽然它身体很热 但是还想盖被子 它虽然发烧 但是它还想盖被子 然后呢 口虽渴 但是口渴 它反而想喝水 要喝热水 或者是喝的不多 它虽然热 它想喝热水 然后脉虽大 但是按下去就空了 这个讲到脉的时候 后面一家我们会讲脉 脉按下去的时候就空了 但是一轻一放 你看着脉碰碰碰碰 跳得很大 然后面虽红却浮如庄 却浮如庄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红游移不定 不像人家两头农村红固定的 对吧 农村红固定在那 它那个是游移不定的红 然后同时那个看到四肢很冷 虽然它热 在那又四肢是冷的 下了一轻骨 就是拉出来的都是吸的 食物都没有消化 然后小便清肠 舌淡胎白等真寒的症状 这个你们不理解这关系 我们下面讲 举例子会讲到 举例子会讲到 我们再看看真热假寒的这个概念 真热假寒叫做什么呢 叫做阳胜隔音 所以阳太胜了 它跟音音相隔 指什么呢 指热及四寒那种反常表现 病的本身是热的 但是呢 邪热内肾 邪热都在领 它身旁于领 就是阳气全部被恶制住了 闭于领 不能外透 然后外表看 都是什么 都是寒症 表现为四肢觉冷啊 脉象臣服 或者是浮寒药不纳 浮寒药不纳等假寒的症状 知道吗 寒药不纳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吃了冷药之后 哎呦 吐了 或者说吃了 寒性的药之后 就是特别不舒服 这些都是假的症状 真实的情况 就是这个人还有什么 胸心繁热 因为他热在里啊 热在里 他就心胸繁热 然后腹部这个扣之有着热 或者是放在上面 你会觉得他腹部 从里面往上面 有这种热气往外冒似的 然后身大寒 却不想穿衣服 虽然他身上 摸他身上是凉的 但是他不太想戴被子 也不想多穿衣服 其实是热肾本质的表现 这个不理解也没关系 记不住也没关系 我们后面会讲例子 只是告诉你一个概念 什么叫真热假寒 就是它里面是热的 可能外面会表现出寒症 就是完全有可能的 或者是什么呢 里面是寒症 然后外面表现是热症 这也是 虽然有可能的 这只是阴阳格局的一种表现 我们来举例子看啊 举例子说 真假寒热 我们先讲一个 真寒假热的例子 先讲一个真寒假热的例子 这个真寒假热的例子 有可能 这个真寒假热 就有可能是因为 就是受了 本来身体就阴寒 然后又受了风险 然后或者是呢 太过劳卷 导致了阴阳相隔 阴阳格局 然后就会出现这种真寒假热 如果这个时候 你用了凉药 那这个人就死了 知道吗 因为它里面是寒的 这时候你如果不辨证 它表面上是热 结果你给它用了寒药 那这人基本上就要死了 就挂了 这个时候要用什么药啊 要用大 大补的 大热的药 比如说四蜜汤 比如说理阴间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幼龟丸之类的 这一家父子 填补真阳 才能毁阳救命 起死回生 这种真寒假热 一定要用大量的热药 才能把这个症状消除 我们讲一个医案啊 是李宗子的一个医案 这个李宗子是 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 就是他有个邻居 叫做孙夫人 就是姓孙的一个人的老婆 孙夫人 患的是什么呢 患的利纪 他这个利纪是什么症状呢 就一年泄了四十多天 一年复泄了四十多天 然后患者口干 身上发热 吃不进去东西 肚子胀 软骨不化 然后 这个孙先生请了好多医生来看 医生一看说热死 你看他身上发热 对吧 患者又口干 这个不就是热血吗 肚子胀也有可能是 里头有胀 有热啊 那肚子胀也有可能啊 然后 顽骨不化 他们就没有 就就就没有 其实顽骨不化是什么 是寒症对不对 然后这医生只看到了什么 表面上的症状 口干身上发热 这个吃不一东西 这个可能是热症嘛 然后就是来来来点清热 那个解毒的药 给这个孙夫人来清热解毒的药 而且这个力气大多数都是热毒 结果这个孙夫人服了 这个清热解毒的药以后 不但泻得更厉害了 而且连这五天什么都吃不进去 眼看就要死了 眼看就要挂了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如果是寒症 又是阴寒